本期视频是哈斯奇小孩的旅行回忆录 从我们出发的第一天开始 小孩呢就展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气质 除了睡觉就是睡觉 除了休息就是休息 以至于呢我认为 但哈斯奇小孩住宾馆 那绝对是相当的合适 因为这个爱睡觉呢 小孩的憋死憋吊能力也有极大的提倡 一般情况下都是12个小时起步 倒不是说我没有多拉 不带他去上厕所 而是呢很多时候他比我们起来的还晚 甚至呢喊都喊不起 出来之后呢上完厕所 就以这种方式呢表达着自己的情绪 想要回去呢不是坐下就往地下一趴 这个时候呢就轮到我选择了 在地上趴着呢也是趴 还不如进屋呢那样还能干净点 其实带他走一走溜着溜着 顺便呢拍一拍视频 大部分的时间呢不是趴下 就是在地上一趟 我真是搞不明白 他为什么这么累 在道观这一座没有趴下睡觉 已经是十分的给面子了 在刺这一块呢 小孩也属于与众不同 从我们出发的那一刻开始 小孩呢就一撇狗粮也没吃过 但是爷爷呢也确实有脸 哎你不是不给我吃吗 那我就不吃 绝对不会主动的去抢 去药 对对不给给就给不给就算了 你看 你看实处 在某一天晚上 我们突然发现 小孩呢 吃香蕉了 我和苏妍那是相当的激动 马上呢把所有的香蕉都拿了出来 给他呢罢了几个 但结果却是 他只吃了一口 健爱的日子呢 我们真的要感谢 我们带着这两个商品 不知道别人喜不喜欢 但在那十几天当中 确实是解决了小孩的温饱问题 看到这里呢 很多人可能会想 爱睡觉 还不吃东西 那旅行当中 带这么一条狗 就像没带狗似的 这是多么完美的一件生日啊 当某一天 我们打开旅店的门 发现小孩呢 在床上拉了两摊狗似的 我们当时都要气炸了 以至于后来呢 我就开始提防小孩 每一秒钟 我都想看见他 防止他呢 继续搞破坏 但就这样呢 也没有防住 我跟你说小孩这个事 好一点都不赖你 就赖他 你说好不好 想费一个 给一个火龙火 衣服咬坏都咬坏了 我还能洗出来 洗就有个缝 我还能喘 这位好 一股咬坏的 洗也洗不出来 就爱他 基于小孩 爱睡觉 爱休息 他有很多景区 不让带狗 所以呢 没怎么带小孩玩爽 只是呢 去了海边 他跳进了水里 全身性地 体验了一下 大海的感觉 其他的地方呢 我也带他去玩过 但可能是不能跳水 所以他也没有很幸福 这一路上呢 遇见了超多的狗 在品种这方面呢 甚至多达五六种 每一条狗的性格都很好 但唯独小孩呢 不愿意跟他们相处 总是想找机会 想跟他们打架 以至于后来呢 我不敢让小孩 跟他们相处 所以孤独成了 这次旅行的主旋律 唯一增长的技能是 学会了看价 看农心 每当有人靠近我的侧 小孩呢 都会相当性地交集上 以此证明自己的作用 最后这件事呢 需要重点说一下 我们让小孩骗了一路 我一直认为 他无法自己挑航车 所以这一路呢 都是抱着他上去的 直到快旅行结束 我才发现 小孩完全有能力 挑航车 只是之前他并不愿意 就这一点小事呢 他竟然耍了我十多天 通过最近的视频 大家能看出来 回到家的小孩 属于是如鱼得水 能跑能跳 能吃能辣 还能玩 或许他是我家 最不适合旅行的狗 假如其他狗问小孩 你出去玩都干啥了呀 小孩的回答 只需要两个站 也没有干啥 就是睡觉